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往下看 老妈妈你的肠胃不好 对 你的关节不好 腰不好 有时候对 老妈妈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的心脏也不舒服 经常胸闷气急 对 我都看得出来 而且老妈妈我可以告诉你 你连你的牙齿都很不好 掉了很多很多 掉了 钱掉了 哈哈哈 妈妈妈你记住 你的内分泌失调 你睡眠很不好 对 啊 啊 我还看到你 掉头发掉的蛮厉害的 记忆力一塌糊涂啊 对对对 好 老妈妈我劝你每天晚上 泡脚 好不好 好 泡脚用温水泡 然后呢 放点黄酒 好吗 好 还有每天要念心经 念二十七遍 啊 好吗 还有你最好少吃荤的 荤的东西 啊 好吧 活的东西不要吃 好吗 死的可以吃的 哦 这个老妈妈年轻时候很漂亮 像外国人一样的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老妈妈你 你有 你的婚姻 你的婚姻命更当中 应该有两次的 哎呦 啊 听得懂吗 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了 这是缘分 你自己呢 现在要想通想明白 要开心 好吧 你不要再为家里很多事情不开心了 好不好 好 啊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看我身上有没有联系 啊 有啊 那妈妈你调过孩子 啊 对对对对 看得到 这个孩子现在在你的腰上 腰上 哎 所以你的腰非常不舒服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哎 哎 老妈妈你给他念小房子念 四十几四十七章就可以了 啊 四十七章 啊 你的两个耳朵 要特别当心 有一个耳朵非常的背 已经有点听不到清楚 哦 哦 哦 嘿嘿嘿嘿 老妈妈你要记住你的命很硬的 哦 你有点 你一个人来的啊 啊 你你先生来了吗 来了 来了是吧 哎 妈好没什么事情 哈哈 哈哈 不能讲 哈哈 你的命很硬 啊 你有时候不要去讲你先生讲了太多 他就觉得很闷 你一句话他憋住了 哎呦好像 把它 刻刻住他一样的 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你跟他不要去生气 一定要念经 是你生气的时候念心经好不好啊 嗯 其他没什么 老妈妈其实也是蛮蛮辛苦的 你的一辈子靠不了别人的 都是靠你自己的 请台上看看我家里有没有灵性啊 哦 家道还蛮漂亮的 嗯 家里没灵性 老妈妈你的静门的左手边 有一个房间很脏 里面的气场很不好 嗯 静门左手边是什么房间啊 卫生间还是厨房啊 左边有一个卫生厂 卫生间 啊一个卫生间 把门关起来 啊 气场很不好 啊 明白了吗 卫生间平时要把门关好的 不关好的话 他的气场 那种不好的气都都会出来的 啊 好吗 其他没什么问题 老妈妈还有你要注意 你自己呢 关节要当心 啊 关节啊 还有呢年轻的时候 妇科也不是太好 啊 我都讲了 你都知道了 你现在想睡得好 你就少管事 儿孙自有儿孙福 放下一点 嗯 啊 你家里有一个讨债鬼你知道吗 啊 请台长我想知道 菩萨有没有来过我家呢 观地菩萨来过 哇 高兴了 哈哈 你家这个佛台 你家这个佛台还可以 高也蛮高的 啊 啊 靠近窗户边上 一个鸡角边上 你还天天水果供的不多 你供了一个苹果也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的 是吧 一个 嗯 老妈妈自己吃五个 给菩萨供一个 哈哈 嗯 好吗 还有每天要给菩萨换水 哦 有有有 晚上睡觉之前 如果你失眠的话 每天念七遍大悲咒在睡觉 嗯 保你就好了 好 好不好 嗯 好 好好念经老妈妈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啊 再见 啊 感谢卢 卢台长